日本怪物锦上上迷又一次以KO的方式赢下了美国拳王史利芬·富尔顿 赢下了职业生涯的第25场比赛 也是他的第25连胜 继续保持不败 成功在其职业生涯的第4个级别拿到了WBC和WBO的世界拳王头衔 不得不说这个小日子是真的很牛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全场比赛 看看这个小日子有何过人之处 北京时间2023年7月25日晚上7点半 这场比赛在日本东京打响 比赛由锦上上迷升级挑战富尔顿的WBC和WBO两条世界拳王尖腰带 也就是说锦上上迷是挑战者而富尔顿是未免者 这就是为什么在赛前对视的时候富尔顿手持两条尖腰带 而锦上没有腰带的原因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比赛 可以看到锦上的前手拿的很低 一记前手击负命中富尔曼 速度很快一个上步打完之后迅速收回 富尔顿来不及反击 又一个 富尔顿前手击头没打着 又一个打在了锦上的拳头上 在122档上连续三个刺拳 唯有命中 锦上的反应很快 身体数据上是富尔曼占优 但目前来看 命中率在锦上这边 双方护重前手 锦上连续的进攻 压力给到富尔顿 一记前手打在了肩板上 夸又一拳 富尔顿此时显得有些慌乱 打完一拳赶紧扭爆 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才第一回合双方的命中率 就已经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差距 打不中防不好是他此刻最大的困扰 这一顿追击又让富尔顿不知所措 再一次进行了搂抱 又一拳正中面门 后手拳打空又赶紧扭爆 这波锦上差点不对方的前脚半倒 他索性和对方来个扭爆战术 好了这波锦上打后脑拉 被警告 双方第一局结束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慢进回放 这一波富尔顿弹得不错 但是高低有点消极 比赛来到第二局 来看一下这波锦上的反击 速度奇快 太快了 富尔顿又被打得手满脚乱 果然啊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这一回合差距更大了 这位美国不败拳王在锦上面前 此时显得像一个业余选手 富尔顿现在很消极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有一套组合拳打得富尔顿出不及防 富尔顿前手击腹 这一拳打中了 仿佛富尔顿只有击腹拳能够勉强打中 打头那是完全打不到啊 好的 锦上这边开始挑衅了 来来来 来打我的脸 这波操作直接点燃了全场 来个慢放 富尔顿是真的打不中 眼看锦上的头也不远 但是就是打不中 这是一个极致的距离感 锦上这波又整活了 从我本人的角度来看 锦上是真的没有任何短板呢 这一段锦上是纯纯的在玩 没有进攻 前手前手后直 后白 差距太大了 前手打得很响 打完就撤 富尔顿一步一步往前压 突然打出前手后仇 还是没打中 锦上在玩的这一段 貌似也给了富尔顿一个闯息的机会 此时的富尔顿显得轻松了不少 第二回合最后十秒 锦上又打了一波快拳 夏德富尔顿又赶紧卢爆 第二局结束 毫无疑问 这回合又是锦上拉下了 两个回合下来 双方的比分已经是2比8 接着来看第三局 锦上一如既往的想打头就打头 想击负就击负 可以说是打得随心所欲 不同的是富尔顿这回合 气势上来了 打得比之前自信多了 想必他的教练 已经给了他一个明确的战术 应该就是告诉他 不要后退 压着打 打反击 打对抗 其实这么看 富尔顿的速度并不慢 但是他就是打不着 这或许就是技术上的差距 尽管还是单方面的挨打 但不同的是 这一回合富尔顿没有在后退 而是顶着打 压着打 前手这一拳打中了 前手四拳清晰的命中锦上头部 现在是锦上被他逼到了边上 他想进攻 但却找不准时机 虽然不进攻 但是压力也是给到了锦上 先手自拳 还是那么精准 这一时间双方加快了节奏 第三回合接近尾声 双方对于彼此的一个打法 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富尔顿的心态也趋于平稳 接下来干涉双方真正的实力对抗 但他只是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我认为他恐怕 什么将来回来 速度太快了 快速 富尔顿又没有反击了 而且又开始跑 什么特别的 和他的身体的专业 好 第三局结束 这一局点数上显然还是锦上占用 比赛继续来到第四局 前手自拳打头打身体 富尔顿的前手也打中了 一级后直是大力辰 连续两个 富尔顿的命中率显著提高 锦上这波主动楼爆 我去一级走击 这一下富尔顿有点主动赢上去的意思 漂亮的后手拳打中了 富尔顿终于一记清晰的后手直拳 命中锦上的下巴 但是锦上毫无反应 他的抗击打非常强 比赛进行到第四局 双方还是一打当机为主 富尔顿的两记前手自拳 再一次命中锦上 很明显这个回合富尔顿的感觉上来了 组合拳有拉 但是锦上真的很看揍 打不动啊 锦上也是以组合拳反击 这个回合打得明显要精彩多了 然而精彩的对抗并没有持续多久 富尔顿还是没能跟上锦上的节奏 技术差距还是没法弥补 可以看到富尔顿的面部已经被打红了 但他并没有选择后退 继续奋勇向前 但是无脑向前总会挨拳 没有人想挨打 所以他很快又沦为了被动 第四局结束 这个回合打得还算是比较接近 接下来进入第五局 前手肌腹漂亮 锦上的反击也很迅速 前手自拳一连打了好几个 组合拳连续命中 在这个拳法上 双方差距也是不小 又一套 感觉顶上开始认真了 好 来自富尔顿的反击连续命中 这两拳精准无 哇 这句后手很重 富尔顿直接被打了晃了一下 是很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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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富尔顿这几后手很重,遗憾的是并没有命中 感觉富尔顿多多少少有点眉威色的影子 关键是他的战绩也很像眉威色 虽然全胜啊,但是终结率并不高 锦上这边越打越积极 压力逐渐给到富尔顿 富尔顿这边也是越打越不自信的 双方在气势上齿削笔掌 好的,第五局结束,又是一局碾压局 这两拳打得很漂亮啊 比赛来到第六局 尽管已经是第六局,但是竟上的速度还是很快 命中率依然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这一个反击绝了 这场比赛双方真的是纯打技术啊 没有王八拳 每一拳打的都是很有讲究 这一局上部的前摆非常漂亮 锦上抽筋的这个速度那是相当快 好,富尔顿开始有些急了 漂亮的前摆音机 直直勾组合 富尔顿没打费 富尔顿勾脖子打上钩 开始打一些非常规的技术了 锦上打碎不连击连续命中 每一拳都充满了爆发力 不得不说他这个体能确实很恐怖 之所以被称为怪物 就是因为他这个各方面都很变态 好,双方打算抖了 打出了心中的怒火 第六局结束 这一季淘干位置低了一点 再高一点就有了 接下来是第八局 不知道为啥 这个视频没有第七局 截至目前 双方还没有出现过一次明显的重击 也就是把对方打晃 打晃 甚至是击倒的重击 第八局了 双方打的还是很冷静啊 第六局快结束的时候 虽然双方有点上头 但后面还是克制了下来 因为一旦打上头 麻木进攻就会暴露空档 好的,我们看到 井上这波抓住机会 一记后手之拳打中福尔顿 福尔顿直接被打躺 比赛第八局出现了第一次击倒 强制独秒 没有问题 看看井上要不要追击 那必须是要追击 疯狂补刀 福尔顿又打晕了 此时此刻他在强撑 但终究还是扛不住 南逃被KO中结 职业生涯首败 直接被KO 这样的话 福尔顿将失去两条金腰带 WBC和WBO超最轻量级的世界全王金腰带 将被井上收入南州 这个KO来得太突然了 福尔顿有些不敢相信 第一次升到超最轻量级作战 仍是以碾压KO的方式 赢下了两条金腰带 这听起来似乎不太科学 但井上确实是做到了 毫无疑问 接下来他将会继续挑战 四大拳击组织在该级别 还有两条金腰带 等着他去挑战 分别是WBA和IBF的世界全王金腰带 而这两条腰带都在菲律宾全王 马龙塔帕莱斯手中 马龙塔帕莱斯战绩 37胜3负 19次KO 可以说是毫无悬念 期待井上的下一次挑战 可以说是毫无悬